国际社会认为习近平主席的此次访问 凸显了中国重视非洲并致力于中非互利合作的决心 认为中国参与的金砖合作机制 将推动包括非洲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 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研究所主任约翰逊表示 习主席履新后首访就选择了非洲三国 足以证明中国新领导集体对中非关系的重视 中非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学习借鉴 刚果共和国新闻部长兼政府新闻发言人奥基米表示 习主席的这次访问是对刚中有益的进一步肯定 是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开始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比尔格尔表示 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显示 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不仅对金砖国家非常重要 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和重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会晤大大推进了金砖国家的机制建设 将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实际影响 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实际上 不同的第一个月 通过广播剧的工程引课